各位听众 我们刚刚介绍的 我们这个主体建筑以外 我们现在来到园区里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讲说 这地方是铁道的管理处 为什么会有一个售票口 这其实是后来设置的 因为我们讲说 因为我们原本的车站 已经拆掉了 大家没有去怀旧一下 过去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相关单位 就在这边设置一个 怀旧的一个售票口 在这边我们可以怀旧说 过去那个年代 我们是怎么买车票的 相信就是四五六年级的 台湾人 就是共同的一个画面 例如说 先生你好我要到台北一张 就这样 类似这样子 对这相当的有趣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的一个社会的环境 就是要检举匪谍 匪谍就在你身边 有没有 类似这样子 可以稍微看一下 台北一张 好 台北一张 那刚刚有看到 这个阿龙客串一下 这个站务人员的一个画面 相信大家这个 是否让您 穿越了时空 回到您儿时的时候 到车站买车票的情形 就是这样子 那在我身后看到这一格一格的 这都是过去呢 我们讲说车站的一个售票 这印式车票的这个票夹 那您如果说要到哪里啊 丰田 这边就抽一张出来 然后呢 不是用电脑 这个用人工写 要看有几车几号 他就用手写这样 现在这种硬式车票 现在已经非常少见了 不过呢 很庆幸的 我们铁道文化园区呢 现在还有限量版的 还有一些啦 那欢迎有兴趣的听众 听到这个阿龙的广播以后 可以来我们这边来选购 那我们购票完之后呢 就来到我们的这个文化园区里面 现在目前我们这边展示了 蛮多的一些 跟铁道有关的一些文物 例如像过去呢 您坐火车往外窗户看 或许会看到这样的 有一个电话的一个logo 一个铁盒子 这铁盒子是做什么用的 那我们讲说过去呢 不像现在人手一机 就是手机 那过去呢 这些公务人员 他们要就是寻道工 然后他们要沿着铁路 要寻着火车 如果说在沿途呢 某一个路段 有发现这个异状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可以拿起电话 跟这个车站做个联系 某某路段后 现在有异常 那赶快就是通报 这个车上的列车 然后不要让它再继续往前 避免这个车祸伤亡 好 那我身后这个呢 这也是以前的一个交换机 然后因为过去的交换机 就我们讲说 电话也不是像现在这么多 那可能就是说 它到一个主机 那我去帮我连接 连接三号 它就开始就插上去 这个电话就通了这样子 那现在这个交换机呢 其实现在也算是 受过仅存 已经是看不到了 不过呢 在我们文化园区这边 还看得到